在这两百多魔族顶级强者两侧 千余名八戒魔族 也是纷纷出现 他们身上同样蒙上了乌金色的光泽 在逆天墨龙主的增幅下 气息竟是已经无险地接近 九阶强者 很好 龙浩尘 你成功地将我激怒了 也确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魔神皇 风秀先后几次说出了很好 可见到 他此时的心情并不平静 刚刚得到的消息 确实令他有些乱了方岁 他万万没想到 萨米基纳和马尔巴士会败 而且真如龙浩尘所说的那样 败得是如此之惨 但那百万精锐大军 竟然在进攻两大要塞的过程中 溃不成军 人类什么时候 已经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了 无论是魔法陷阱 还是那地狱之门 全部都是以往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但就在这次决定性的战役上 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 在得到了准确的消息之后 风秀恨不得将萨米基纳编尸 将马尔巴士和华里福碎石万段 他们的失败 让魔神皇原本的计划 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尤其是他想要以整个人类 来威胁龙浩尘 更是已经完全做不到的事了 圣殿联邦后方的稳固 和两场大胜 必然会更加坚定了 眼前这些人类死战的信念 也会极大的 增加魔祖 征服人类的难度 龙浩尘看着魔神皇 淡淡一笑 希望您不要高兴过度 万一成为了魔族历史上 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被气死的魔神皇 那您可就要在整个大陆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龙浩尘 难道你以为 你和你的圣殿联邦已经赢了吗 不错 我承认 你们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但是 这不过是给朕前进的大陆上 增添了一点小麻烦而已 东南要塞万首官失败了 不要紧 那朕就亲自破开你这御龙关 到圣殿连旁一游 你很快就会知道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心悸都是毫无作用的 杀 一个不留 千余名魔族强者 在瞬间 全部的发动 除了魔神皇 以及他带来的十九位魔神之外 以前两百多名魔族顶尖强者 全部的 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了御龙关城头 他们身上 绽放出的魔力光彩 瞬间就照亮了天际 也照亮了御龙关 两百多名九阶强者 千余名八阶强者 同时攻击一座城池要塞 这恐怕 还是圣魔大陆 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哪怕是六千多年前 魔族刚刚降临大陆之时 也未曾掀起过这样的声势 那是他们的主力 完全是七十二主魔神 受到感染转化为 魔族的各个种族 也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也就在这时 六道璀璨的光芒 同时在空中亮起 以永恒 与创造之神异王座为首 六大神异王座 在半空中化作六道流光 分别笼罩向他们的主人 与此同时 舆论官城头上的所有强者 也全部在升入空中 决一死战的时刻 已经来临 魔神皇说得很对 无论东南药材和万兽官 打得多么激烈 而这里 才是他们最终决战的地方 也是决定人类 和魔族这场胜战 最终胜利者之所 把射 龙好神的清朗的声音 响彻了御龙关上空 与此同时 御龙关城墙 以及城头之上 大约两百光团 同时闪亮起来 恐怖的灵力波动 令整座御龙关 都在轻微的颤抖 原本迁御魔族顶尖强者 全面冲锋所带来的压力 竟然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如果用人体来形容 这一份压力的话 那么 在这庞大的身体上 同时有二百多个地方 感受到风锐的刺痛 吼 两百多声轰鸣 同一时刻响起 两百多道不同颜色的光束 瞬间从御龙关城头 城墙上喷射而出 由于他们在一瞬间 爆发的声浪 和灵力波动太过的恐怖 以至于 御龙关都在剧烈的震荡中 发出了一层烟雾 厚重无比的城墙上 有很多地方 都出现了裂痕 龙好尘在御龙关的 第一张底牌 已经解开 为什么 在东南要塞和万寿关 那么紧张激烈的战斗中 圣殿联邦 一直赖以防御的魔导大炮 都未曾发为残 那是因为 整个圣殿联邦 所有的魔导大炮 是全部的集中在了御龙关 早在龙好尘 率领着尖刀大军 杀入魔族北方六行省的时候 他的计划 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圣殿联邦调集了 所有传说级以上的储备装备 来运送魔导大炮 并在御龙关进行安装调试 魔族最大的问题 其实啊 还是出现的内部 如果魔神皇 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得知东南要塞和万寿关 都未曾有魔导大炮发威 那他必定能够判断出 魔导大炮的去向 但可惜的是啊 他所得到的消息中 有很大一部分 被越野的组织过滤掉了 魔神皇再强大 当他变成了笼子 匣子 力量 也会大幅度的降低 换一种说法吧 当东南要塞 与万寿关打劫之后 越野所在的组织 对人类的支持力度 就提高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甚至是 冒着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 两百多道光束同时爆发 而且毫无预兆 哪怕是魔神皇 在这一瞬间 也无法做出有效的措施 魔导大炮与魔法师的魔法攻击 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 他并不需要吟唱 他依靠的是 大炮本身的魔法阵 以及提供给他能量的魔精 所以呢 在释放前 是没有任何预兆的 千余魔族 顶尖强者的冲锋 迎接他们的 就是全部以 九阶魔精所提供能量的 魔导大炮 及一团轰击 两百多道直径 至少也是五米以上的巨大光束 与千余 全速冲锋的魔族 是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好一份烟花灿烂 是啊 好一份烟花灿烂的美丽景象 突如其来的集团轰击 令魔族们根本来不及躲避 他们的速度再快 能快得过光吗 所以 他们都是本能的全力进行防御 在冲锋的过程中 八截强者们飞在前面 而有三大种族顶尖强者组成的 八十魔龙战队 则是在后方 魔族的防御 碰到魔导大炮的轰击 那是一份何等炫目的爆发 无数种颜色的光彩 在空中迸发 在天空中 甚至是凝结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 恐怖的元素风暴 就在这光球中肆虐 大量的魔族强者 在这份轰击中被抛飞 而这些都是防御力 能够抵挡住轰击 至少没有被轰得粉碎的魔族 而修为稍弱 或者是在200多门魔导大炮机中 轰击核心位置的魔族 就没那么幸运了 如果从很远的地方去看 把鱼龙关当作一个整体的话 就像现在这个整体 发了一炮 炸飞了一团蚊子一般 魔神皇这下子 真的被激怒了 一天魔龙柱上那头 无金色的千米巨龙 猛地飞了出来 朝着战场的方向 喷出了一口 无金色的吐息 超过十里的距离 竟是转瞬极致 那强烈的无金色 与四女的元素风暴 撞在一起 竟是将元素风暴 硬生生地搅散开来 魔导大炮攻击爆发的第一时间 威力是最大的 魔族先前 那不可一世的冲锋 被硬生生地遏制了 冲锋在前面的 千余名八戒魔族 至少超过四分之一 在这一次恐怖的 残舍中殒命 伤者更是超过了 一半的数量 在所有魔导大炮中 有几道光束最为狂暴 其中最强横的一道光束 呈现为死灰色 不但轰杀了 七八名八戒魔族 更是最终落在了 一头逆天魔龙的身上 以逆天魔龙的恐怖的防御 再加上背上的月魔族 和星魔 居然也没能抵挡住这一击 逆天魔龙重伤 背后的月魔和星魔 居然就那么云灭了 而这股死灰色的气息 就是死亡之力 能够爆发出如此威力的 魔道大炮 提供魔力的魔精 自然是绝非凡品 准确地说 那正是死灵魔神 萨米吉那的魔神之免 恶魔族四大恶魔王 争夺死灵魔神的继承权 就是因为魔神之免 没有传下来 但以他们的修为 和恶魔族中的地位 这要得到广泛的认可 就能够强行地继承魔神之位 他们却绝对想不到 萨米吉那的魔神之免 竟然被圣殿联邦 当作了魔导大炮的燃料 其他几门威力极强的魔导大炮 燃料无不是魔族的魔神之免 还有那些发出黑暗属性攻击的 所使用的魔精 自然都来自于魔族 无论是龙好臣 还是圣殿联邦议会的高层们 都很清楚正面比拼 人类绝不是魔族的对手 他们当然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来针对魔神皇 在消息完全闭塞的情况下 魔导大炮群体爆发 顿时给了魔神皇 所带来的顶尖魔族强者们迎头统计 虽说这还不足以动摇 这批魔族强者的根本 但至少给了他们一个强大的威慑 并且将他们的士气给轰碎了 元素风暴消散 魔族重新地聚集在一起 却没有再向前发动冲锋 很多魔族的脸上 都是流露出海然之色 两百多门魔岛大炮 人类的准备也太充足了 魔神皇的愤怒 已经达到了极点 看了一眼 远处空中的紫月 身形一闪 从逆天魔龙主中 现行而出 阿教雷斯 此战结束之后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风秀的声音中 在月魔神 阿教雷斯耳边乍响 却并没有让其他人听到 在这关键一战中 月魔神的力量 就占就了三分之一 像在绝不是责怪阿教雷斯的时候 彻底击溃 御龙关的防御 那才是重中之重 御龙关的两百多门魔岛炮 已经开始第二次充能 有着九阶魔精的填充 他们 当然不只是爆发一次威力那么简单 或许 他们之后的作用 就不会像一开始那么大 但至少也是战场上的强大威慑力 可是呢 风秀却没有再给他们爆发的机会 虚空中 他只是跨出了一步 下一刻 便超越了所有的魔族强者 来到了最前方 远处 乌金色巨龙依旧在咆哮 而风秀此时的双眸中 也同时亮起了夺目的乌金色光泽 背后 黑发化作一轮 宛若黑日般的圆盘 风秀的眼中 暗金色光芒闪耀 华鬼长袍无风自动 当他出现在所有魔族正前方的时候 整个人显得是那么的寂静 就连天 也变得寂静了下来 就在陌生皇风秀 动了的一瞬间 龙好尘也动了 永恒之铠带来的巨大雪白色双翼展开 下一刻 他就停止在距离 风秀五百米之外的半空中 两个人四目相对 这是人类领袖 与魔族领袖的对望 龙好尘几乎在一瞬间 就被风秀的气势给压制了 真正的面对愤怒中的魔神皇 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他带来的压力有多么的巨大 此时的风秀 给龙好尘的感觉 就像是面对大海一般 浩瀚无边 深不可测 但是 他当然不甘心就这么被压制 龙好尘胸口处 永恒神石迸发出了碧绿色的光彩 清晰的心跳声 也是随之响起 顿时 龙好尘整个人的气势 宛若爆发般提升 充满了生命气息的碧绿色 飞速地扩散开来 与魔神皇 那无金色的气势对拼 你阻止不了我 魔神皇 向着龙好尘抬起右手 伸出了右手的食指 看到他这个动作 龙好尘的永恒之心骤然收缩一下 当初在星魔塔中 魔神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他击杀掉 毁灭了他的心脏 但是 恍惚也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龙好尘 双手握住永恒之剑 已经是高举过头 摇指魔神皇 永恒之鱼 与光神之鱼相互结合 迸发出了一圈碧绿色的光晕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 也在碧绿色中消失了 永恒三剑 知万物复苏 魔神皇的右手指尖亮了起来 那是一团看上去 只有拳头大小的乌金色光芒 但是 在那光芒之中 却出现了震耳欲聋的龙吟之声 仿佛那小小的光球之内 封印着一头巨龙一般 恐怖的声浪 下一刻 就在魔神皇指尖处前面的爆发 而远处 那头千米巨龙 则是朝着战场的方向 做出了咆哮之状 可声音 却分明是从 魔神皇指尖上这一团 光球中发出的 在这恐怖的音波中 龙好尘的万物复苏 就像是一个 被吹大的绿色气泡 当气泡膨胀到极点时 骤人爆开 声波 只本御龙关方向而去 而龙好尘也不甘示弱的 向着魔神皇 斩出一剑 那是闪耀着 鹰白光泽的一剑 同样也有着 轻微的嗡嗡声 正是这奇异的嗡鸣 让龙好尘 本身并没有受到 那声龙吟的干扰 永恒之间的鹰白色 看上去 是那么的光洁水润 但却并没有 万分剑膀释放出来 如此看去 就是在简单不过的一剑 似乎和普通的 两三阶战士挥舞的 批斩没什么不同 但是 就是这么简单无比 朴实无华的一剑 却令魔神皇为之动容 他点出的一只 瞬间收回 改为一拳 轰向龙好尘这一剑 枪的一声 全剑相交 竟是发出了 金属碰撞的声音 龙好尘全身矩阵 一层白色光晕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扩散开来 而魔神皇的身体 则是瞬间倒退出 百米之外 除此之外 两人碰撞的核心 为止 竟然是没有任何的 灵奇异出